哈喽大家好,我是破崇皮皮 那我其實從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自由行 所以跟團一直都不在我的生活圈中 不過前陣子在跟親戚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自由行跟跟團到底差在哪裡 說真的我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說得很清楚 那我就來認真的記錄一下 我這次去北海道的花費跟行程 最後再跟大家簡單的分析一下 對了,前幾支影片好像都沒有什麼人按讚 不然這樣好了 這支影片的前一個月的戰術如果超過1000的話 我就把戰術乘以5 當作旅費再拍一支去日本的影片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說說看你想要看哪些地方 那大家是瘋瘋瘋瘋 我們今天到了雜謊 就是被害到 然後我這次就是會詳細的記錄 吃飯啊然後坐飛機住所 總共到底花了多少錢 被害到這次是恩人 在車上面都還是就是有點雞血 然後我們第一餐吃的是湯咖哩在雜謊站裡面 一個很難找的地方 要先把這個東西都沾湯吃 吃完了 我們總共吃了480元 然後我們住其實是住在算雜謊很有名的商店街裡面 我也是隨便找的啊 看評分高我就找了 然後最後才發現是在這 就是蠻方便逛街的 因為這邊大概4點 4點4點15分天就黑了 很快很快就路上都會在暗的 我們這次住的是這一家 這家其實跟我們上次在京都住的是同一家 這是一個就是裡面有那個洗手台 然後是一個上下鋪 我們會在這邊住5個晚上 蠻小的 不過算下來不是很貴的 我覺得是在那我區 好吧那差不多等一下 抓到 等一下準備一下我們就要睡覺了 雖然現在才8點而已 明天早上一大早我們要去滑雪 嗯 明天早上見 啊不對 等一下 帶你們去看一下洗澡的地方 它就是這樣 有一個廚師機 這邊有一個店的 然後 洗澡的是在這邊 廁所是3間 洗澡是2間 我們現在就要搭公車去 滑雪場 我們到滑雪場了 我們現在要去領裝備 然後現在就是拿到這個票 來你的手套 來 他說我們能試一下右邊的鞋子 鞋子戴著怎麼樣 可以 然後呢一會兒換好衣服之後 出來再自己領血帳 是不是有點搭得太高了一點 滑下去要滑多久 超級超級高 在那邊有一個告示牌 就是跟你說 什麼鐵道帶是什麼 然後我現在 嘗試著滑滑看最簡單的 好 現在滑了一半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來滑雪的 還是來玩雪的 我全身都已經摔到 剛才摔到樹林裡面 其實我剛剛包包還沒關 我直接撞了一盆雪 我真的是 我那包包裡面 那包包裡面全部都是雪 我要瘋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回去了 然後剛剛差一點趕不上車 那我們今天取消了滑雪之後的幾個行程 所以時間蠻多的 我想說 算我去看一下UNIQLO賣什麼 這個應該是台灣人最喜歡穿雨龍一個吧 就是那種輕輕的 這樣算下來大概是4000塊 920塊不到1000塊的台幣 那這件 這件貨牛仔褲 那1000日幣 大概 230塊 超級拼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去吃一間 陳吉思汗鍋 我們來到了一個奇怪的 斷工大樓 就是查到的是這間店 看起來超奇怪 所有的東西都超奇怪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點了一個這個 就是辣味噌鍋 然後跟這個 陳吉思汗羊肉 雖然我咬成這樣 你們可能不相信 不過這個肉超軟的 剛剛那一餐吃了8400塊 說實話實在是 不是很便宜 又花了一大筆錢 去吃了一個 我覺得本來覺得 不太會花太多錢的店 又在路邊有一個 阿公阿嬤在賣 烤地瓜跟烤玉米 剛剛買的這個 烤玉米跟番薯 一根烤玉米500塊 一根烤番薯1000塊 超級貴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然後又很甜 就很綿綿的 它跟 動漫裡面的地方長得一樣 大家早安 今天應該是預計9點出門的 但是 昨天滑雪之後 我手實在是太痠了 就延遲了超久 不只手痠 我背啊 腰啊 脖子都超痠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失戀讓我還出門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 場外市場 反正就場外市場 就是北海道的海鮮市場 然後再找到一個市場裡面的 這樣 試試看 出發 我們吃完了 那家店不能拍照 吃了4700多塊 然後現在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看得到 現在雪超級大 現在到了北海道城 外面 有一堆超 有一個超漂亮的公園 外面全部都是雪 好吧 這個海道城 超級超級多人 因為現在是 新年的 祺福吧 所以 都超級超級多人 然後還有我小孩在哭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去蓋個租印 然後我就去動物園 沒有人太多人 沒有辦法 所以是騎過外市 我們現在來了 原山動物園 一如既往的 全部都是雪 在北海道看到大象 就有點在台灣看到 北極熊啊 的感覺 台灣看得到北極熊嗎 你看好紫耶 好紫 這個啦 不是 不是在打掃的那個 我現在就是一個 在超多次超級 超級超級 那我的眼睛 大概95%之間都起露了 所以我實在是看不太大 我的眼神就是一片白 這是東京鐵塔 我今天要去的 是不是 我看到 他這邊有一個 北海道百年紀念塔 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嗎 這裡 因為我們有預約那個 KK Day上面的 定3C的泡溫泉的票 好像這只有這邊可以拿 然後他就給我們票 現在差不多物店多了 等一下就要去吃飯 那我們今天要去吃一間 北海道的螃蟹吃到飽 這個是東蟹 這個是松葉蟹 這個後面是毛蟹 然後跟這個是一盤牛肉 稻產牛 就是北海道產的牛肉 一整塊的蟹肉耶 超爽的 嗯 吃到這些突然覺得 色花在3300好像滿吃的 我覺得蠻爽的 總共吃了3萬塊 不過因為他這個set之後都沒有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推薦大家來吃 但是他還有比較便宜的set 如果大家覺得找不到好吃的 或是找不到那個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吃吃看 因為我們是搭連行 所以我們沒有買行李 那沒有買行李的狀況下 就是衣服能夠帶的越少越好 所以我們就是 6天我們只帶3套衣服 然後在第三天的時候洗衣服 後面3天才有衣服穿 現在這邊就是有 烘衣機跟洗衣機 那洗衣機的部分是 200塊錢 然後跟 烘衣機是30分鐘是100塊錢 然後這個是沒有洗衣服的 櫃檯有額外賣一包 一包是55塊日幣 假如我烘一個小時 還會算一下大概是在 100塊錢左右 我們現在 要去 小墩 然後大概要做 30分鐘的 清乾線 然後今天超級冷 今天負8度 我們現在來到小村了 超級 超級多的雪 超漂亮的 我們今天在三角市場 這邊的店員還會說中文 看來是一個觀光聖地 超級 最後選的這一間 它其實很爽 但是 它圍的比較厚 他們那邊是專賣帝王蟹的 如果平常是我 我可能就會點一個帝王蟹 就是蟹肉什麼的東西來吃 但是 剛剛 但是我們昨天晚上實在是吃太多了 所以就沒一點 好 我們現在要去小墩印河 我們現在來了一個很酷的地方 雜黃賽馬場 大家會在這邊賭馬 好 不好意思 我是台灣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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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因為我問了一個大爺 之後 跟我說了一段話 我實在是 聽不是很懂 好像這樣嗎 第一次看賽嗎 還是看轉播 接著我們就搭纜車去了找岩山的山頂展望台 看了最新票選出來的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的雜黃 雖然真的很漂亮 不過山頂也是真的很冷 除了頂樓的開放觀景台之外 中間的樓層也有一間很貴的夜景餐廳 跟一小區的室內觀景區 如果是真的很怕冷的話 也可以待在室內看夜景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一間 原來當很有名的杏玄拉麵 聽說 不只有拉麵還有炒飯啊 什麼的 我們到了 但是 有一點太多人在排隊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算了 不要吃了 我們就 在路上邊走邊吃 看有什麼好吃的好了 一覺醒來我們已經在 然後我們今天是 要去泡溫泉 就是那種主打在雪中泡溫泉的那種 風平霞溫泉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的餐廳吃飯 就是 旁邊都是雪 然後還蠻愜意的 這樣 然後 我們是點了一個 兩個不同的咖哩套餐 然後還點了一個這個烤牛 烤羊肉 跟一個這個不知道什麼 Pork的捲 雖然不是他做的 不過叫號的是一個印度人 感覺這個咖哩就會蠻好吃的 四十四到四十點點 我們現在 從 那個 泡溫泉的地方下來了 然後 我們要去白色獵人工廠 這邊就是 你可以現場做 巧克力的地方 一進來讓我不得不 認真的拍一下 這邊 快要跟迪士尼一樣了吧 也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你可以感覺出來 他就是做得超級認真 金日北海道最後一天 最後一個晚上 然後現在 要去 吃一家 因為像是神奇石和燒肉 那樣子 然後吃到飽 這裡 然後他很接近 他就是給我這個帶子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衣服 都裝起來 就是避免你家出去的時候 太臭了 我現在吃完出來了 然後現在外面的雪已經 有一點點太大了 你們看到霧霧的 但是他其實是 很大一場雪 就是北海道的人 他們自己走出來都會 有點驚呼的 這一餐大概吃了 就兩個人吃 9,225 我們一個人3,600 我覺得蠻好的 你要說真的多好吃 多好吃 我覺得未必有 這一間 他主要應該是 一個啤酒博物館 所以他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種啤酒 可以讓你喝 就是喝到飽 我覺得蠻好的 是一個蠻有趣的體驗吧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我們差不多就要回飯店 所以今天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就要把生意整理整理 明天就要回去了 那今天最後一天 然後本來今天的行程也是9點開始 但是 因為前幾天實在是太累了 然後 今天又要整理行程 所以現在11點才出門 就直接到退房才出門 我們現在要來機場吃一間 蠻有名的回饅壽司吧 叫做韓太郎回饅壽司 他夾起來超漂亮 他夾起來都不會往下掉 超級漂亮 幹 你是不是覺得 剛剛 我看到 那個師傅在做一個 三劍末 納豆捲 我就覺得受不了了 我必須要點一個才行 那最後來算一下 總共帶了75日幣的現金 然後剩下了21884 青年旅館五個晚上一個人 是12550日幣 交通的部分 我是用iPhone內建的西瓜卡 除了4000 最後剩下1120元 這樣子的話 日幣總共花費了 68546日幣 則台幣大概是15800塊錢左右 再加上滑雪場跟溫泉是事先先訂的 台幣3038塊 跟桃園飛北海道的庫航 5638 總共花費落在台幣24476元 那我覺得跟團最大的好處就是方便 不論是去之前的買票啊 做功課跟排行程 還是去了之後的交通跟語言等等 都有專門的旅行社幫你解決 對於自由行為我們來說 最大好處無非就是省錢啦 不過事前要準備的功課量其實蠻大的 再來自由行就是自由嘛 所以如果晚上突然想要加個什麼行程啊 例如其中有一天晚上我們去逛了唐吉柯德 或者是早上想睡久一點 早去幾個行程都沒有什麼問題 最大的困難的話我覺得會是交通 有一些點你必須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才可以抵達 但跟團的話就是上車睡覺下車就到 所以我去日本是真的很少很少長距離移動 例如這次去雜謊 我就是以雜謊為原型開始玩 韓館啊續船通通都沒有去 畢竟一個地方能夠玩的點實在是夠多了 很少的地方是可能五六天就可以全部玩完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 還是同一句話 有些人會因為省錢玩而獲得快樂 那有些人則會因為快樂玩而認真省錢 只要大家都能夠在旅行中獲得快樂就好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 如果覺得影片還行的話 真的記得要按讚訂閱啦 那我是瘋瘋皮皮 我們下次見 掰掰